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象棋锦标赛温哥华开展 晚上好 欢迎收看10月14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叙利亚北部冲突不断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就表示 美国对土耳其的大规模制裁正在到来 美国财长姆努钦也证实相关制裁 在与国安团队会晤后 特朗普14号下午发表声明 宣布将会签署行政命令 授权对土耳其现任以及前任官员实施制裁 任何帮助土耳其破坏叙利亚北部稳定的人都将被制裁 他们在美国的财产将被冻结并禁止进入美国 不仅如此 美国对土耳其的钢铁关税将会增加到50% 美国还将立即停止于土耳其就10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 特朗普称 自从他上任第一天起 就不遗余力地保障美国公民安全 美国与伙伴国家一道 已经夺回了所有之前被伊斯兰国组织占领的土地 美国绝不允许土耳其威胁这样的成果 土耳其必须保护叙利亚北部平民 宗教少数团体的安全 特朗普指出 土耳其军队的攻势已经危害了当地平民 威胁到了地区和平与安全 他已经清楚地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正在加剧人道主义危机 并可能犯下战争罪行 美军上周开始按计划撤离叙利亚北部边境 叙利亚政府军立即北上填补美军留下的真空 并应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 库尔德武装透过俄罗斯 与叙利亚政府搭成协议 叙利亚派军队进驻多个曾经被美军控制的边境城市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13号表示 由于担心土耳其军将会继续南下 使美国夹在两股交战势力之间 因此将会从叙利亚北部安全迅速地撤走1000人 但特朗普14号改变决定 将会继续留守一小部分美军在当地监测局势发展 以防止伊斯兰国组织参与势力死灰复燃 特朗普在声明最后措辞强硬地发出警告称 如果土耳其领导人继续这条危险破坏性的道路 他已经准备好迅速摧毁土耳其的经济 另外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连任的团体 近日在迈阿密的特朗普酒店 播放了一段假扮特朗普血腥屠杀 美国记者与政治对手的短片 引发了美国各界的强烈批评 特朗普尚未亲自回应 但白宫发言人14号就表示 特朗普强烈谴责这支暴力视频 上周末在位于迈阿密的特朗普酒店 举办了一场保守团体政治会议 会议中播放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位特朗普的扮演者 在一座名叫假新闻的教堂里 展开大屠杀 手段及其残忍 而被屠杀的对象 是美国自由派媒体 以及特朗普的政治对手 包括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还有克林顿 以及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 已故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等人 麦凯恩的遗孀 新敌麦凯恩14号表达了强烈愤慨 称这段视频残忍屠杀记者和麦凯恩等人 违反了美国社会对领导人 和国家机关所期待的每一项规范 多位家乡曾经发生大型枪击事件的国会议员 也纷纷发表声明 曾经发生过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 康涅迪格州 康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表示 每一位家长都应该从头到尾观看这段视频 才能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连任 所传递的错误信息 去年还发生了高中校园枪击案的佛罗里达州 佛州民主党众议员都一起表示 美国必须要求有更好的领导人 在视频中受到攻击的美国媒体 以及记者也迅速作出回应 白宫记者协会在一份声明中对视频表示震惊 并敦促特朗普谴责视频 确保暴力在美国社会没有容身之地 截至14号下午 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对事件亲自作出回应 白宫发言人格里沙姆表示 特朗普还没有看到这段视频 但将会观看 根据媒体报道的内容 特朗普对这段视频予以强烈谴责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第16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刚刚在加拿大温哥华落幕 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63名选手 在楚河汉界激烈厮杀 最终中国美国选手奔向男女冠军 加拿大选手获得男子季军 起源于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象棋 是中国独特的脑力竞技游戏 从1990年代开始象棋逐渐走向国际 本周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16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和第二届世界青少年象棋锦标赛 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代表队 共有63名选手参赛 派出中国男女全国冠军和多名青少年高手的中国队 并没有囊括金牌 女子组金牌被美国选手夺得 但对这个结果中国队的领队感到高兴 有的时候中国的金牌的旁落 也在反映全世界象棋水平的提高 也是我们推广的一个进展 2017年中国全国冠军徐超 虽然时差一直未能调整好非常疲劳 但凭借超强的实力 在决赛中面对去年亚锦赛 曾经逼合中国全国冠亚军的香港选手黄学千 徐超从布局阶段就取得优势 随后稳扎稳打 以较大优势早早奠定胜局 他对获得亚军的黄学千非常尊重和赞赏 像其他除了是一项艺术也是一项竞技运动 他作为比赛来说他肯定不能轻易的认输 还是要等待一些机会 作为我们旗手有一个基本素养就是永不放弃 方黄医师记者黄山温哥华报道 另外温哥华青少年慈善钢琴协奏曲音乐会 在温哥华圆满举行 慈善音乐会的全部门票收益将捐献给 BC省儿童医院基金会 帮助病童早日恢复健康快乐成长 祝梦钢琴扬帆起航 温哥华青少年慈善钢琴协奏曲音乐会 即杨阳老师温哥华钢琴工作室 十周年庆典音乐会 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隆重上演 八位在全国以及国际钢琴大赛中 屡次获得大奖的小钢琴家们 与温哥华交响乐团一起为现场的观众 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 并将全部门票收益 共计3399元加币 捐赠给了BC省儿童医院 关爱病童奉献爱心 杨阳老师温哥华钢琴工作室创办人杨阳 表示未来将继续举办慈善音乐会 为学生提供锻炼和表演的机会 那观众的反馈也非常好 然后我们为BC儿童医院也募集到了不少善款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做这样慈善的音乐会 协办方城城国际教育集团负责人杨波 认为学生通过参与此次慈善音乐会 能够以音乐为媒介 向BC省儿童医院的病童传递爱与勇气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份爱心捐赠给他们 然后让更多的孩子来获得更多的帮助 而且我们也特别愿意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 组织这样的活动 参演慈善音乐会的学生张成志 希望今后能够有机会继续参与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弱势群体 希望有更多能够参加这种公益慈善活动的机会 用我所学到的知识来帮助别人回会社会 慈善音乐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为BC省儿童医院筹集了善款 更从小培养了孩子们的社会公益意识 访问华卫视安中苏惠文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日前一场支持特朗普的集会上 播放了特朗普施加暴力于媒体的恶搞视频 点燃了美国媒体的怒火 视频貌似搞了一部特工电影 显示特朗普在名为假新闻教堂的地方 用枪和刀等袭击 包括前总统奥巴马 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等政敌 以及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 主办当位谴责有关的视频 并指视频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播放的 白宫记者协会就该起事件进行了谴责 并指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挺身指责 这种描绘暴力对待媒体和总统政敌的行为 特朗普的团队则划经界线 强调影片并非有团队制作 南加州洛杉矶及河滨两线发生的 两场规模较大的野火 自上周四以来已延烧五日 造成百鱼洞建筑受损或者被毁 超过十万人撤离 以及三人丧命多人受伤 目前两场野火都已被控制 部分灾民返回社区 野火原因也初步查明 其中萨德尔里奇野火 据信与电力设施有关 截至目前43%的火势已被控 火灾面积近8000英亩 洛杉矶县已取消了紧急撤离的命令 而河滨县的坦木野火的过火面积超过1000英亩 目前94%的火势已被控制 部分社区仍处在疏散命令之下 由于焚风低湿度气候 以及冬季充沛雨水所导致茂密的植被 导致除了两处大火外 南加州其他小型野火也在持续不断 加州州长纽森签署多条新的法案 包括两项保护动物的重要法案 让加州成为全美首个禁止生产和销售 新皮草制品的州 也成为全美第三个禁止大多数动物 被用于马戏团表演的州 皮草制品禁止法将于2023年生效 实施后将不能在加州销售新的皮草制品 或用动物皮毛制作衣服鞋子手袋等 如果违反最高可罚款1000美元 不过新法并不继续禁止继续传达 已经制成的皮草制品 也不禁止因宗教或援助部落需要而使用皮草 同时也不禁止出售皮革制品 以及任何动物标本制品 此外同日签署的另一新法案 则涉及马戏团表演用的动物 除了已经驯养的狗、猫、马 还有传统的牛仔经济表演外 大部分动物都被禁止用于马戏团表演 若违反规定 按每项违规处以每天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小州州长纽森签署的新法 还包括推迟初中和高中的上学时间 希望通过给学生更多的睡眠来改善教育成果 这在全美所有州中开创了新河 纽森在声明中表示 科学研究表明推迟上学时间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出勤率和整体健康状况 新法允许学区和学校在三年时间里逐步更改上学时间 新法将分阶段时事 最终公立初中的上学时间不早于8点 公立高中不早于8点半 不过新法并不适用于选修早课以及州内的一些偏远地区 但是新法并非没有争议 他不仅遭到一些学校官员的反对 前任州长和立法层先后两次否决类似提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枪戏 香港高等法院应律政司的申请颁布临时禁止令 禁止任何人占据全港所有的警察宿舍和纪律部队宿舍外的道路 以及对宿舍作出破坏 律政司发言人表示 律政司长郑若叶作为公众利益守护者 以及宿舍的业主代表 有急切需要申请禁止令 而禁止令的副本会在短时间内上载到警方及政府网页 并账贴在21个纪律部队和已婚警察宿舍 有关禁令禁止任何人在这些宿舍外的道路蓄意堵路 以及破坏宿舍财产 另外用雷射笔 电筒向宿舍发射光线都包括在禁止范围内 并要求违反者做出金钱赔偿 香港邮政公布 2020年将发行12套悠游岁月特别邮票 明年11月27日是国际武打巨星李小龙诞成80周年的日子 香港邮政将发行李小龙武艺传承邮票 相信这会是明年最具吸引力的邮票之一 而一套四款的岁次庚子鼠年邮票 显示以泥塑 刺绣 陶瓷和玻璃制作的巧鼠工艺品造型 将会在明年1月11日亮相 另外 明年的邮票发行计划还包括第一套以24节气为主题 并首次采用半圆形设计 一套六枚邮票 描绘立春 雨水 金折 春分 清明和古语六个春天节气的景象 其他的主题还包括京西维港东京奥运会等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谢谢观看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一是小幅收跌 市场关注国际贸易关系进展 世贸组织当天正式授权美国对最多75亿美元的欧盟进口商品征税 好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美股周一的全球财经指数 另外在收集新闻方面 近日一个名为高空之眼的空中摄影展 在位于洛杉矶的福乐纪念公园内的博物馆开展 通过近150幅图像为民众讲述航拍的发展历史 本次空中摄影展的正式开放时间为10月12日至明年3月7日 并且免费向公众开放 同时在每周六还有由该博物馆馆长所带领的免费导览 本次展览除了展出图像作品以外 还有14分钟的视频以及卫星和无人机的模型等 同时包括首次录面的福乐纪念公园珍藏系列照片 以及盖地研究所 亨廷顿图书馆 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的珍藏作品系列 本次高空之眼摄影展探讨了航空摄影的过去与现在 从19世纪时的起源直到21世纪的科技推进与突破 虽然展览也展出了许多世界各地令人惊叹不已的地点 但多数图像集中在洛杉矶和南加州地区 为民众揭开此区域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 那有很早的系列我们空拍是从什么呢 是从热气球开始空拍 那后来也有人用风筝啊 也有人用格子去空拍 接着呢慢慢慢慢发展到现在呢 他们有一些无人的飞机飞在天上 那还有一个系列的关于洛杉矶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啊 这里共有65张照片 那每一张照片以及每一个item展示在这里 都非常非常的珍贵 高空之眼追踪了飞航与摄影的平行发展史 以及艺术与科技的交汇 前来观展的民众可以感受到通过科技与科学 遇上艺术和美学时所碰撞出的火花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洛杉矶报道 另外2019中美纪录片国际研讨会 继中国纪录片美国名校展映 近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幕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与导演 同美国师生一起 用纪录片交流文化沟通人心 出席当天开幕仪式的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学院院长史加伯 戏剧电影和电视学院Shan Metzger教授 加州大学圣地雅各分校文学系主任张英静 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杜克雷院长等 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志峰 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等一行 还有现场众多中美学者一起 参加了当天的讨论 当天的开幕影片《00后》是由北师大张同道教授 带领团队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电影 他跟踪记录了两位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的成长历程 在影片上映后引发了民众对于教育的思考 我希望这次展映和学术研讨是个开头 以后每年我们都会在加州 甚至包括在美国的东部、西部、北部 要举办中国纪录片的展映、研讨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纪录片的交流 让中国和美国在人文层面有更深的接触 因为大家知道纪录片是一个真实的社会 大家只有互相了解 只有了解了真相 你才能够减少误解 才能够不再去打贸易仗 不再有那么多矛盾 影片《00后》里两个孩子成长的故事 让观众体验到中美文化碰撞的疼痛 也引育了新一代所面临的国际化前景 《00后》一代人需要跨越文化隔阂、融合文化资源 在国际化的世界里追寻自己的未来 那么在今天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下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世界 我们都需要更好的沟通和交流 而纪录片可能是一个特别有效和直观的一个方式 它可以化解矛盾 可以增进了解和理解 所以我们想通过纪录片来做一个国际展映 纪录片是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形态 让生活在地球不同部位的人群 透过即时影像互相了解、增进友谊 沟通思想与感情 本次中美两国高校携手举办纪录片 学术研讨与观摩放映 达到了从学术层面促进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 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的目的 丰华卫视11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故障新闻方面 现代汽车美国公司和KIA汽车美国公司 由于配备低到二汽油止盆发动机的汽车车主 达成了集体诉讼和解的协议 该协议将提供多种现金补偿的选择 众生保修、发动机免费检查和维修 以及现代和KIA所推出的软件更新 以提高安全性解决发动机的性能问题 和解协议还提供了额外补贴 来为客户提供协助 解决针对发动机的担忧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 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传家之宝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联合赞助播出 明镜与点点栏目